你的安全帽是不是被吹走 我不知道 你本次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前面這裡 那你現在沒有安全帽怎麼騎車 應該不戴安全帽吧 沒有 觀眾記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陽明山的文化大學前 那可以看到今天因為是停班停課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裡完全是沒有什麼學生的 不過呢雖然陽明山風一向很大 但你要問今天的風有多強 看停車門口的機車就知道 直接被吹到東倒西外 而且這些車還不是普通的小這種小機車 他們是偏比較大型的一點機車 除此之外呢剛剛有些學生呢 他們是回到宿舍想要拿東西 然後把車暫時停在門口 沒想到怎麼樣 他把安全帽放在他的椅墊上 結果直接被吹飛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安全帽在哪裡 非常焦急的四處尋找 讓我們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那你的安全帽是被吹走 我不知道 你本次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前面這邊 那你現在沒有安全帽總騎車 應該不戴安全帽吧 沒有我也不知道 我還有備用的 但是很麻煩 好 我們可以聽到 雖然陽明山的風一向都是很強 不過這一次的山陀兒 還是明顯有增加這個風的威力 除此之外呢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陽光露臉 不過陽明山還是時不時會下起這個零星陣雨 而且呢有些學生來 他們連走路都有困難 像我現在的安全帽直接被吹掉 就能知道這個風是到底有多強 所以提醒北台灣的民眾 即便現在雨可能還沒下下來 又放颱風在 你們可能覺得好像賺到一天 但是千萬不可輕忽這個山陀兒的威力 而且越晚風雨還會越大 以上現場最新將時間交還 彭麗主播 由於山陀兒的威力還在減弱 不過他要抵達台灣之前 仍然是中度颱風的等級 但中度颱風大家怕 行進速度慢大家更怕 現在這個影響是否會再繼續 往後推延呢 暈寒 好 佳玟帶你掌握 的確這樣的山陀兒颱風 真的是從過去到現在預報 好像每一次都不太照這劇本走 主要它是這個秋天的颱風 在預測上還有路徑的判斷上面 往往都存在的一定的變數 跟不確定性 而且剛剛佳玟提到說 現在它的速度好像似乎特別慢 我們從過去六個小時的衛星雷達 你就會看到它幾乎等於是在歸宿 像是在原地打轉 而且因為受到北方的乾空氣影響 所以過去幾個小時 它又再度減落了 所以說它登陸時間往後延 氣象鼠甚至不排除說 它到時候登陸的時候 可能會落在這中台 甚至不排除 有可能會是輕台的狀態來登陸 但是它對於台灣帶來的降雨 依舊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它這回走得這麼慢 本來是因為預估接下來 在上空的高壓會有一個高空朝線 有個拉力把它拉上去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有了 也就是說拉不到它了 所以它現在除了原地滯留之外 靠自己的轉字轉之外 接下來就要看它的路徑 到底要怎麼樣轉過來了 而且您看到其實因為 在江南地區地勢是相對平坦的 所以說它在往台灣靠近的過程當中 這樣一個西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恐怕感受的風雨是首當其衝 我們從最新的這警報單 帶您掌握最新引爆的趨勢 究竟如何 您看到目前已經是中台的山陀兒 跟昨天來比它的路徑上 其實過去的路徑差異不大 但是它接下來的登陸點 恐怕還有變數 就要看它接下來到底會如何了 而且您昨天應該還記得說 本來預估它會過這個中央山脈 但是現在看起來恐怕比較大的可能 會朝著這西部平原這邊 那麼撞上了這中央山脈之後 其實它整個結構也會開始減落 那麼滯留時間拉得這麼長 那麼接下來登陸的時間 也延到明天早上的8點 那麼從影響時序來看到 您更加明顯清楚來看到 它的暴風圈 籠罩範圍 以及對台灣的影響 本來昨天晚上在氣象預報上面 我們還說其實它登陸的時間 應該會落在今天晚上的 7點到8點左右 可是你看到一覺醒來 完全不一樣了 它的中心登陸時間往後延的 變成明天的8點 所以說當它登陸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圈圈 到時候登陸的時候 其實幾乎整個台灣 也在它的暴風圈當中了 那麼明天才登陸的話 它的影響時程勢必拉長 而且要留意喔 那時候撞上陸地之後 它持續在台灣上空打轉 而且接下來持續減弱 變成一個輕度颱風 而且最後在禮拜五的時候 還有可能會變成一個 熱帶性低氣壓 所以說您看到它 逐漸減弱的過程 觀眾朋友也千萬不能高興太早 因為帶來的風雨影響 依舊很有可能會為台灣 帶來災情加完 的確再度提醒 包括了迦南和高頻的民眾 都要特別留意這一顆熱帶水果 這是它非常的特殊 造成的可能連二颱風架 或是甚至有可能會連三颱風架 那麼從氣象的角度來看看 怎麼解析這一顆山陀兒颱風 好 將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這一次大家還是不能忽視 它依舊可能會是一個 創南部最強登陸的颱風 那麼大家很關心的這颱風架 受到它現在這個情境的路徑 變得這麼慢 影響時程也拉得這麼長 潛式預測圖 您可以明顯看到 跟過去幾天的報導 都不太一樣了 本來在明天8點才登陸之後 您看到禮拜五 禮拜六 但是您看到這樣的圖示 恐怕也不要以為說 會一路放下去 因為其實在黃色底這個範圍當中 代表這樣的一個山陀兒 它路徑還存在了一些不確定性 不過現在看起來 它持續的在削弱當中 離我們的越來越近 但是一旦撞上來這新南部地區 明早8點核心登陸之後 中心位置依舊會出現 14到16級的狂風 沿海更要留意 剛好今天是大潮 所以沿海還是要嚴防這海水倒灌 而至於颱風架 許多地方首長的評估標準是降雨 我們下一張來看到這一張 影響最劇烈 就能大概來猜一下 這地方首長明後兩天 有沒有可能再放假 以今天來講 這個外圍環流影響 你看到花東地區的降雨 依舊是持續的 而且稍早之前 迎封面尤其是花東地區 台東地區的津風 時雨量35毫米 花蓮府裡也有33毫米 這樣的間歇雨勢會一直來 而到了今晚之後 逐漸靠近過程 感受上是中南部先感受到 比較明顯的降雨 而花東地區的這個降雨 依舊是持續的 至於北台灣則是 今天已經開始起風了 那麼明天北台灣的雨 也會越來越多 那麼受到明天中心 已經要開始通過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的雨 受到這樣的一個環流 這樣逆時徵轉的影響 營封面的雨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明顯 所以說禮拜四在放假這件事情 恐怕考驗著地方首長 看起來機率是相當高的 因為各地的降雨都不小 但是要留意 大家可能還在敲碗說 禮拜五還會繼續放嗎 您看到明天晚上 看起來中南部已經逐漸轉乾了 那麼北台灣降雨 受到淫風的影響 還是持續發生 但是這時候就考驗著 這北部的地方首長 究竟要不要就這樣的雨量 來判斷以及風力 以及災情等等 來判斷有沒有必要 再繼續放颱風架 以上是這節的颱風最新 好 趕快來關心山陀颱風 最新動態 我們看到它帶來的這個風雨 已經在部分地區傳出了災情 當然現在的好消息是 它持續的減弱當中 但麻煩的是它的速度 還真的很慢 到底對台灣的影響 還會有幾天呢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蘇利 好了 溫華各位觀眾朋友 秋天的颱風果然詭譎多變 而且捉摸不定 像山陀颱颱風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而且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 一個代表 這山陀颱颱風 本來在等的 就是一個北方的系統 來導引它 不然一直到現在 它實在走得太慢了 過去這三個小時 我們最新的消息看到的是 它幾乎又是呈現在一個 原地滯流打轉的一個情況 好了 現在北邊的系統下來了 那麼但是因為山陀颱颱風 原地滯流這段時間以來 已經開始受到北邊的乾空氣 還有台灣地形的影響 再加上海溫 現在也不是那麼高 不能夠再支持它了 所以它的強度 從昨天的下半天晚上到現在 只持續在減弱當中 也因為它的強度減弱了 所以變成北邊的系統 現在想拉它也拉不動了 所以北邊系統走了之後 接下來山陀颱颱颱風 就會變成一個像是孤兒一樣 慢慢的緩步的朝台灣前進 甚至這個過程當中 還會持續的在減弱